最近一期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已经发布,印度大亨穆克什·安巴尼以443亿美元的加身超越了马云,成功晋升为新一代亚洲首富。 在此之前,他已连续十年蝉联印度首富,他的家产甚至一度超越比尔盖茨,不向马云白手起家。 安巴尼是个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富二代,祖上有不少矿,而他自己也是斯坦福的高材生,有过人的经商天赋。 他旗下的信石集团掌控着印度邮电、基建和电信行业,年销售额占全国GDP的3.5%。 安巴尼的一大爱好就是给老婆大人买买买,人家撒的狗粮可是24K纯金的,既有车身箱满了30万颗真钻的奔驰, 也有价值6800万人民币的私人飞机。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,他聘请澳大利亚顶尖团队建筑的27层摩天豪宅,取名于太平洋一个神秘小岛,安提利亚。 这座被誉为仅次于白金汉宫的最贵豪宅号时4年建成,可以抵御八级地震的豪宅,每层楼的高度是普通住宅的二倍, 所以这栋楼的高度其实相当于60层的大厦,其面积比凡尔赛宫还要大,却只住了安巴尼一家六口。 为了保证这栋豪宅的正常运行,他还聘用了600个仆人,奢侈得令人发指。 光停车位就占了六层楼,可容纳多达168辆豪车,七楼设有私人的汽车维修站,屋顶上还有一座供三架直升飞机使用的停机坪。 大唐内设有九步电梯,可以抵达豪宅的任何一个地方,还有最顶级的健身房、水疗中心、家庭影院。 为了抵御孟买当地的高温,安巴尼家里甚至还有一间常年喷射人造雪花的雪屋,这座大厦每个月光电费就超过70万人民币。 在印度并不富裕的国度里,它却豪制60多亿建造摩天豪宅,理由只是老婆大人爱俯饰,你们怎么看呢?